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我是翁玉文 今天是民国100年的10月22号 在高雄发生哪些重要大事 接下来的30分钟里头 我们要带你一块来关心 还有回顾这个礼拜当中发生了哪些地方新闻 新闻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一块来看到的是 今天有很多人 起来个一大早聚集在寿山的长寿路登山口 一块来响应高雄市议会所举办 庆祝建国百年的登山践行活动 不但市议长许昆元亲自到场 还吸引了许多的议员是贡商盛举 大家一块用运动来展开活力的一天 一大早寿山公园登山口就集结了许多民众 有人带着宠物 有人全家出动 全部都是为了要参加高雄市议会举办的这场 庆祝建国百年登山践行活动 人们说八山这个活动 人们说经济 还要最幸福的 还要最健康 不用开心 还要走一天 整厢屋 我们的担担整厢屋 能说身上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人们也都担担出来了 时间啊 大家担着了 来八山活动 如果我有机会了 我也借我们大家 或是大家借我们的机会 大家共同来主办这个活动 好不好 好 好 我也希望我们国企长 可以更接 带我们议员帮 议员董事 这些议员 这些来八山 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比我们家财万贯 就更好 所以 有这个建国多年一百年 我们可以多到百岐会 这样好不好 好 一二三 活动起跑 众人展开登山践行 漫步森林中享受芬多精 听大自然的虫鸣鸟叫 轻松又惬意 很好啊 背心身体也很健康啊 有啊 平常有出来爬 有啊 有啊 每天都有在运动啊 庆祝建国百年 高雄市议会邀请市民朋友 共同登山践行 推广户外休闲活动 希望让大家在运动之余 也能够多亲近大自然 好好的放松心情 补充身体的活力 港都新闻 黄澜军公如瑶 采访报导 继续带你一块来看到的是 一文消息 因为228事件不幸罹难的台湾画家 陈城坡 在事隔多年之后呢 留下的是许多不朽的画作 而这一次呢 陈城坡纪念展开幕茶会 在21号的晚间高美馆登场 陈城坡的家属特别捐了两幅画给高美馆作为珍藏 也让市场陈菊充满感激 陈城坡纪念展开幕茶会 在21日晚间举行 因228事件罹难的画家陈城坡家属 捐了阿里山 遥望玉山及罗女坐姿 民想等两幅画作 功高美馆珍藏 高崇市长陈菊代表阶下 感激也感慨 如果说这两百度 刺激多少 无论无价 这是台湾的自保 我想到二十万 并且天保时 我们很多人 那种会讨论 太厉害 外地驾驾中 我们就感觉 我们的质量 无生意 因为这就我们来 活着回来 为珍藏坡在228事件不幸罹难 没能留下更多丰富艺术作品惯惜 这位首次以辉煌入选 日本地展的台湾画家作品中 充满对顾桑的浓厚情感 我们能够体会到 珍藏坡先生 对台湾土地的这一片爱 还有记录了当年台湾的这个乡土 跟引擎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 不只是非常亲切 而且很有历史的一种感觉 许景作画触角片及台湾各地 263件展出画作涵盖油画胶材和淡材素写 内容相当多元 超过100件的油画作品内 有近6成首次公开展示 邀请艺术爱好者 从陈陈坡的画作里看台湾 港东西有料剧场欧玉丸 采访报答 艺术走进社区 还能够凝聚社区的向心力 今天在三明区的本馆里内 特别举办的是一场彩绘活动 大伙要画的是一座社区的篮球场 里场邀请李明 还有国小还有幼稚园学生 一块来共襄盛举 要为这一座社区篮球场天上亮丽色彩 社区民众兴高采烈出门 参加彩绘活动 还有人搬出各种道具 充当调色筒 准备在篮球场周围的花台 挥洒色彩 那这个彩绘篮球场的活动 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为什么 因为可以 假日可以跟同学一起画画 很好玩 很好玩 以前有没有参加过 没有 很快乐 小朋友充分发挥想象力 将心目中最喜欢的卡通图案画出来 一旁陪伴的家长也跟着拿起画笔帮忙 场面温馨热络 把大家的力量聚合起来 然后在整个这个篮球场的花架底下来 做这个亲子的活动非常好 因为你平常要聚一些人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不一会儿一件件可爱的彩绘图画作品 陆续完成 里长简明镇特别感谢 所有社区民众的参与 这里是我们本管理广场 是我们这里运动的所在 因为这个油餐 这个肥带的油餐已经很久了 都买起了 斑驳了 所以说大家的人在想说 让这个孩子可以来参加到 这个社区的活动 也让他们的财业可以发挥 所以说我们这里台风社区 发展协会的理事都通过 要来办这个彩绘活动 三明区本管理和社区发展协会 合作共同举办这场彩绘篮球场活动 让吴白平的篮球场 一大早就充满欢笑声 无形中也拉近了社区民众的距离 凝聚大家的详心力 港督新闻黄来军公如瑶 采访报导